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4日 星期四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那個63歲的伯伯打完科興兩天之後拉柴這件事 專家委員會就有了一個決定 他們宣稱一致認為 這個伯伯的死因是跟打科興疫苗沒有直接關係 其實這個說法就很多市民一早都預計得到 因為在專家委員會開會之前 就已經有不少的專家走出來自行判斷 就說這個伯伯的死因是跟打科興無關 那你自然那些專家聚在一起 就當然是會得出相同結論 好了 我們又會去看看原來現在在網上 就流傳一篇藍絲寫的文章 他們就認為這次的事件是大有陰謀 是那些黃絲專門做出來抹黑國產疫苗的說 好了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專家委員會的決定是怎樣說的 昨天這個疫苗臨床事故評估專家委員會就開會 會後就講述這個死者的病情 他們的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帆毅就說 這一名的伯本身都患有多種慢性疾病 包括有糖尿病、缺血性心臟病、高血壓、高血脂和中央肥胖等 更加是有長期的吸煙習慣 根據死者的初步解剖結果顯示 其中一條的心血管是百分之百的阻塞 另外兩條也有去到七成至九成的阻塞 因此就斷定這個阿伯的死因 就是冠心病導致的急性心肌梗塞和肺水腫 至於委員會另一個召集人李卓廣就說 死者的病歷就顯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 入院的時候就有嚴重的高血壓 以他的病情如果是出現呼吸困難等問題 即使是沒有接種疫苗都有可能是導致死亡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既然間他是有這麼多長期病患的時候 為什麼在把關上是做得這麼差的呢 按照計許樹昌等等的專家都說過 如果是60歲以上的長者 他患有長期病患的 而控制又控制得不夠好 按照計不應該打疫苗才是 為什麼仍然會幫阿伯打疫苗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把關也是一個問題 孔帆毅在這方面他也有回應 他說疫苗中心人員是會詢問市民 有沒有對疫苗或者是藥物敏感 但是就沒有責任去查詢 究竟那個市民本身有沒有長期病的 詳細病史 他就強調責任落在市民自己身上 他形容這次事故是不幸事件 責任就不在任何人身上 疫苗中心也沒有行政失當的問題 嘩 這一下去卸博就真是漂亮了 原來這個責任就在市民身上 就是你自己拿來打的 總之有責任就是你市民自己來負責 其他任何人都不需要問責 不需要負責 疫苗接種中心沒有責任 你那些專家沒有責任 科學委員會沒有責任 這樣就行了 即是市民自己揹飛的 原來是要 那又引申出一個問題 許樹昌教授當初就說過 就算他有長期病患也好 只要他控制得好 就仍然是可以打針的 問題就是 喂 怎樣是為之控制得好呢 他打針那天他怎麼知道 他可能自我感覺良好 他就去打針了 好了 孔凡毅就說 市民接種疫苗之前 就應該先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需要知道是不是患有嚴重的慢性病 有責任向家庭醫生查詢 尤其就是本身有長期吸煙等增加 患慢性病風險的人 更加是需要在打針前先處理好自身的病情 如果本身是不煙不走的話 就不一定要事先問醫生的意見 那就是講來講去 都是把責任放回市民身上 當然現在他們就已經判斷了 就說那個阿伯打完科興兩天之後 拉柴就是跟科興無關 那到底這個阿伯在生前 有沒有控制好慢性病的情況呢 在昨天凌晨的時候 衛生署和醫管局有一群人 就走出來開記者會 當時這個伊麗莎白醫院 副行政總監陳偉文就說 這個死者本身患有長期病的 但是就說死者是有跟進治療 糖尿病和高血壓的問題 就說控制是穩定的 那你控制穩定 那是什麼呢 控制穩定就是可以打 那現在你又說 這個人又有三高 有什麼高 糖尿病 就說到好像他自身有問題 那到底現在那個責任在哪裏呢 你說那些人個個都不需要負責 是不是那個阿伯自己拿來的呢 還有的就是我都很想了解一下 到底你那班專家委員會 或者是科學委員會的專家都好 你們怎樣去判定 到底那個死者是和打疫苗有沒有關係呢 你的準則在哪裏呢 現在你就說找到他那個初步解剖的死因 就說哇塞了很多血管 然後他們的判斷就是 就是說那個死因和打疫苗是沒有直接關係 那怎樣才算是有直接關係呢 是不是要他打完針之後 在一定時間之內就要出現副作用 這樣才是為之直接關係呢 還是要他打針那一刻 一打到沒多久都沒走出過中心門口 就已經垂下了 這樣才是為之有直接關係呢 還是說一打之後都未曾拔過針口 都已經一命烏呼了 這樣才是為之有直接關係呢 你那個直接關係的準則是怎樣判斷呢 你也要向市民交代的 你現在這個就說 當你說得通吧 你說那個百本西有很多病啊 諸如此類這樣 那你也要告訴市民 你判斷的準則是怎樣的 你現在說了一個情況出來 那你也要有一個準則 什麼為之是有直接關係 什麼為之是沒有直接關係 我原來沒有制定嗎 這些東西有定沒有先 不如攤出來講 市民都會想知道的嘛 因為政府就設立了一個基金 就說如果打針之後出現什麼問題 拉柴的 那就有得賠償了 那現在這個有沒有得賠呢 專家委員會就說要等死因詳細報告 不過聽你那幫專家這樣說 看怕這個人都是凍過水啦 那兩百萬 不方有得賠償了 就算賠償了 就算賠償給他也是看出他 喂 因為你都說到是跟打科興無關 那怎麼賠償呢 是不是呢 你現在說就說 推檔要等到死因詳細報告 那你就就等一下 等一兩個禮拜出來之後 看看那個阿伯有沒有得賠償 那無論有沒有得賠償 都好 其實你都應該交代 到底你那個判斷的準則在哪裡 而不是現在一出來就說了 認為死因跟打疫苗沒有直接關係 就算了 那你所有事情都要公開透明才行 你要取得市民的信任 要求他們 呼籲他們去打疫苗 那當然是你求人 那你當然要給多些資訊出來的 真的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又再看看 現在呢 在微博和Facebook上面 都流傳一段 是由藍絲打的文章 這篇文章是怎麼說的呢 他們就說 香港有一名63歲 打了科興有不良反應的人 是不幸去世 本身一個人是有糖尿病的 這個藍絲就質疑了 有糖尿病還能夠成功餘藥 醫管局的病人紀錄系統在做什麼 是不是癱瘓了呢 那這隻藍絲就聲稱 嚴重懷疑有IT黃絲內鬼 配合黑醫護 故意被這個有糖尿病的老人接種 從而製造死亡病例 來抹黑國產疫苗 實情這些真的是 完全叫做創作力量 和幻想會嚇你一跳 喂 那個人成功預約 跟他有沒有病史 基本上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因為他上網按過按鈕 而預約的系統 也是跟醫管局的病人紀錄系統 沒有關連的 他純粹就是 預約的時候 叫你看清楚的資訊就是這麼多 兩個系統來的 你不要搞錯這些藍絲 這些可能不是香港人來的 然後他又賴黃絲 然後又說賴別人什麼黑醫護 這些擺明就是 叫做打稻草人 哪有這麼多人去故意製造這些事故 其實這些藍絲的思維模式 也是很多餘的 一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往往就是會歸咎於那些黃絲 或者人家那些什麼黑暴 這樣 喂 實情 你整件事去檢視的時候 首先你就要看一下 到底在過程當中 哪一個部分是出現了問題呢 如果找到哪一個部分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來去改善呢 是不是 其次的就是 在整件事當中 究竟有哪一個人 或者哪些人是需要問責呢 第三個就是 你在往後的日子 怎樣能夠避免這些事件再次發生呢 正路的思維就應該是這樣 他不是的 一下子就扮下去 就說有黃絲啊 內鬼啊 什麼什麼 總之有錯就是人家錯 永遠就在打稻草人 接著這個藍絲還說 TVB和一眾的毒媒 魚獲自保立即滾動報道 輝瑞疫苗在挪威死了33人 就當看不到 那麼輝瑞疫苗和莫德納疫苗呢 就很多嚴重問題的 也都不見香港的讀媒報道 那麼科興死了一個呢就橫跳 啊 TVB還滾動報道 那實情 現在那些專家委員會就宣稱啊 說這個阿伯的死因呢 是跟科興無關啊 你不要搞錯啊 哈哈哈哈 你不要當了是他打科興死啊 啊 現在別人判斷了不是啊 所以這些藍絲也是亂打政治不正確啊 叫做 啊 好了 接著他說人家輝瑞那些挪威出了事 喂 那些世衛啊 宣稱說無關的啊 是不是啊 就算人家打輝瑞出了事啊 也都是跟你那個科興是無關的啊 他們很喜歡玩這些臭蟲論的 人家都是這樣啦 人家是這樣的 你又要是這樣的嗎 是不是啊 都不說那33人 究竟是不是打了輝瑞 而拉柴呢 另外的就是 喂 輝瑞這件事 其實香港的媒體也有報道啦 可能他自己沒有看就當沒有 或者他根本上都不是香港人 他看不到啊 但是他將TVB和什麼毒媒 啊 有毒的那個毒啊 並列起來 這件事我就沒有意見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